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哥说着 你哥在隔壁房间洗澡 他数据线坏了 手机在我这边充电 我看着屏幕里的画面 久久不能回神 白皙帅气的脸突然凑近镜头 勾起一抹坏笑 有那么好看吗 要不要哪天当面看 明天可以吗 我诚恳问道 对面的帅哥愣了一下 啊 这时他那边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然后是我哥声音 老宋 我来拿手机 那帅哥开了门 有些茫然地对我哥道 你妹妹给你打了电话 我哥疑惑 灵溪 然后我哥的大脸就出现在我跟前 我哥看见我有些稀奇 哟 想哥了 没有 我实话说话 妈妈让我问问你还活着没 我哥捂住心口 报复 咱妈生你 绝对是为了报复我当初用他口红在墙上画完吧 我没否认 毕竟我哥小时候没稍做过 把我妈那个优雅贵妇逼得抱起的操作 又寒暄两句确定我哥好好的 我俩就挂了电话 挂断之前我嘱咐他 把你的定位发给我 我哥虽然有些不解 但还是照做了 我拿着定位买了当晚的机票 然后和我妈说了一声 就背着我爸出门去了 第二天五点半的时候 我抵达了我哥暂住的酒店 那帅哥的房间很好找 因为五点三十三的时候 我就站到了他的屋门口 谁呀 灵溪 一分钟后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的帅哥 瞪着眼张着嘴打开了房门 我解释道 我来看你胸肌和腹肌 帅哥没说话 目着脸敲响了隔壁房间的门 又迟了一分钟 同样顶着一击窝头的我哥 迷蒙着双眼打开了房门 干嘛 帅哥目着脸往旁边让了一下 我哥眯着眼 趁着脖子打眼一瞅 瞬间来了精神 灵溪 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疯 我指的指帅哥 我来看他胸肌和腹肌 而且现在已经五点半了 不是半夜 我哥咬牙切齿 瞪着帅哥骂道 宋瑜 你他妈没事惹他干嘛呀 帅哥低头诚恳道 对不起 我诚恳道 没关系 给我看看胸肌和腹肌 我哥尖叫 宋瑜 你生怕我爸不杀我是吧 宋瑜 斯密马赛宣宣将 瓦达西不是故意低干活 我看了一眼时间提醒道 我回去的机票在六点五时 我哥东溃 快给他看 让他看完了赶紧回去 我看了看走廊的监控摄像头 就在这儿吗 我哥咬牙切齿把我俩薅到了他房间关上门 不等宋瑜反应 我哥一把撩起他的短袖下摆 看 我扶着下巴开始认真欣赏了 说实话 虽然经常来往健身房 但是像宋瑜这么漂亮的薄鸡孩是很少见的 轮廓分明起伏有度 线条清晰 绝佳参考素材 看了会儿我问 能摸吗 宋瑜抓着衣服下摆的手 青筋抱起 咬牙笑道 妹妹 别得寸进尺 我哥一巴掌呼到他后脑勺上 谁他妈先嘴贱的 宋瑜脸色一僵 我哥 赶紧摸 我摇头 算了 他不愿意 我不喜欢强人所难 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我哥整个僵成了十项 我接通是提前打好的车道了 我和司机确定好位置 然后朝我哥和宋瑜摆摆手 我回去了 我哥松了口气 抓着手机追了过来 我送你 我没拒绝 我哥把我送到了机场 一直等我坐上飞机才回去 我登机前 我哥再三叮嘱我 千万别让老爸知道这件事 至少别让老爸知道 老宋勾引你的事 不然老爸非垂死我不可 我朝他竖起大拇指发誓 放心吧 爸爸什么都不会知道 我哥嘴唇动了动 似乎想骂点什么 最终什么都没骂出口 只是叹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咬牙切齿 骂骂咧咧的 老宋这次要是再不把他姐微信推给我 我要他小命 我回家一周后 我哥笑叶如花的回来了 看得我爸都忍不住疑惑 怎么笑成这样 我哥得意洋洋拿出手机 你儿子我马上就要脱单了 我爸疑惑 你先前不是说喜欢那个叫什么宋林的 但是他弟弟不同意 这还得多亏了小妹 我爸疑惑 怎么说 上次宋雨嘴见把小妹聊了过去 为了补偿我 他就把她姐微信给我了 我爸抽皮带 所以为了别人姐姐 你把你妹卖了 我哥虎去一阵 不是 爸 你听我姐 啊 我和我妈一起躺在沙发上 一边追剧 一边敷面膜 我妈嚼完 嘴里得薯片问我 你跟那个宋雨谈了 没有 哦 我妈又咔嚓咔嚓 吃了片薯片后点频道 那小伙长得还行 想谈可以试试 第二次见宋雨是在学校 学长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就当我男朋友吧 求求你了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不放你离开 我正找合适的空教师画画石 听到不远拐角方向传来这么一道交称 出于好奇 我在拐弯促撑着脑袋一看 和一脸烦躁又苦恼的宋雨 对了个正着 瞧见我宋雨眼睛一亮 宝宝 你终于来了 我看了看 旁边空无一人 在扭头时 宋雨已经大步走了过来 方才抱着她手臂的女生 背开一声宝宝 震得愣在原地 连手都松了 宋雨走到我面前 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就在我以为 她要喊我同志时 她激动道 宝宝 你终于来了 这会儿她身后的女生回过神来尖叫道 你是谁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宋雨神情骄傲道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是 宋雨面色一将转身正对着我 背对着女生 委屈巴巴地道歉道 宝宝 我真的只喜欢你 别人我都不喜欢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说完又压低声音 快哭了一般道 妹子你是我亲妹子 帮哥这一次 哥下次请你吃饭行吗 不吃 宋雨真要哭了 我迟疑了一下提议道 给我摸摸你的胸肌和腹肌 那女生怒气冲冲走了过来 所以你到底是谁 我坦然看向女生 我是 话没说完 听到宋雨含泪尖叫 导包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别再生我的气就行 我对着女生诚恳道 她女朋友 女生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天天都跟在宋学长身边 她交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我反问 她洗澡睡觉的时候 你也跟着吗 女生脸一下子憋得通红 你跟着了 我看过 女生一双大眼睛睁得更大了 指着我和宋雨 你 你们 最后哭着跑开了 见女生离开宋雨松了口气 我真是服了 怎么会有女生这么残忍 我对这个话题没兴趣扭头问她 什么时候有空 刚刚放松下来的宋雨 再次浑身僵硬 我 我掏出手机 现在想不到可以之后想 到时候微信发我 估计是想起什么了 宋雨重重叹了口气 带着视死如归的悲壮道 就今天吧 我收回手机 也好 我俩找过了靠角落的空教室 锁上了门 又拉上了窗帘 光线昏暗朦胧 我正要开灯时 被宋雨制止了 别开灯 我有些懊恼 刚刚只说摸了没说看 于是按开关的手 又收了回来 我走到宋雨面前 她有些拘谨 你想怎么摸 用手 宋雨崩溃 我当然知道是用手 我的意思是 算了我真是服了 要脱掉吗 短袖都行 文言宋雨松开了短袖下摆 那我不脱了 嗯 教室安静了一会儿 我见宋雨没什么动作主动问她 准备好了吗 宋雨深吸一口气 视死如归斑 嗯 你摸吧 得到允许 我的手伸向她的短袖下摆 手指刚探进去 宋雨像是受惊的仓鼠一般尖叫 等等 这就开始了 你不是说准备好了吗 宋雨无脸 第一次见面时 很难想象她居然这么纯 我收回了手 要不下次吧 什么 我解释道 你看起来心理压力很大 可以先回去 做一下心理准备 宋雨没说话 好大一会儿 我听到她重重叹了口气 不了 就今天吧 早死早投胎 我点点头 准备好了吗 又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宋雨道 你来吧 想起刚刚她受惊的模样 我好心又多了提醒了一句 那我摸了 她顿了一下又说 稍等 我还是脱了吧 总觉得让你手伸进去怪怪的 拖短袖的时候 宋雨又深呼吸了三四遍 才做好心理准备 我问需要我闭上眼吗 我这人一向正直没有得到允许 一向不占人便宜 那你闭上吧 一阵脱衣服的细细素素身后 我终于得到了宋雨的最终允许 手覆盖到那紧致的凸起上石 我听到宋雨轻哼了一声 为了让她放松一点 我尝试和她聊聊天 你刚刚的声音很像被我上了 不知道为什么 手下的肌肉蹬得更紧了 然后是宋雨咬牙切齿地闭嘴 我听话闭嘴 开始专心感受手下肌肉的起伏 宋雨呼吸逐渐粗重起来 够了 我疑惑 我才刚摸 宋雨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要哭了 别往下了 哦 我左右摸了摸 确实已经到小腹的位置了 宋雨忍无可忍 抓着我的手往上挪 我不解 我没再往下呀 雲西 你别逼我哭给你看 我看不见 宋雨抽烟我认输 对不起 我不往下了 我只好左右摸摸 确定自己手心现在的位置 差不多肚脐上一寸 因为宋雨不让往下摸 我只好左右摸着 更好地感受肌肉结构和轮廓 不过宋雨还是不满意 你快点 我只好加快手掌滑动的速度 在摸到一点小凸起的时候 我下意识按了两下 结果手腕突然被抓住 够了 我辩解到 还有 话没说完 被宋雨打断 下次 下次再说 哦 在听到穿衣服的声音时 我掏出手机 那 找你割药 哦 我睁开眼的时候 宋雨已经走到了教室门口 开门时 钻入教室的阳光 将它通红的耳垂 照得透光 怎么看起来像是落花而逃了呢 宋雨走后 我拉开了教室窗帘 然后找了个阴凉位置坐下 拿出平板之后 我又想起 刚刚宋雨说的 先给我哥发去了消息 宋雨微信推我 你要他微信干嘛 方便联系 你联系他干嘛 我没再回 一分钟后 人呢 宋雨微信推我 合着我当工具人 连问都问不得了是吧 嘿 人呢 又给我搞失踪 和你亲哥说个理由 能长痔疮啊 我真是服了 微信明片 谢了 我哥 不用管我 你气死我 你都不用管我 我哥消息谈了半个小时 才彻底安静下来 练习了一下午的速写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我打开手机的时候 宋雨已经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有空 等了一分钟他没回 我就放下了手机去吃饭了 晚上回到宿舍 洗完澡 在看手机的时候 宋雨回了 周五吧 我真是服了 你不是林轩的妹妹吗 什么时候变成我祖宗了 我回他 时间 下午五点吧 你真是我祖宗 我大概知道他和我哥 为什么能玩到一起了 宋雨正碎碎念念道着 宿舍里突然闯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林希是这个宿舍的 为首的女生 就是今天中午 抓着宋雨手臂不放的女生 她是一脚踹开我们宿舍门的 身后还跟着三四个女生 把我三个室友都吓了一跳 我起身出去说 其中一个室友 抓住我的手臂担忧道 希希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让她放心 女生见我拾去 就没多说什么 跟着我出去了 我们去了洗衣房这边没什么人 不会打扰到其他人 女生气势汹汹道 废话不多说 你和宋雨分了 然后以后离她远点 我点点头 好 我问问她 说完 我给宋雨回了消息 中午那女生 让我和你分了 宋雨 不是吧 她有病吧 我抬头看了眼 有些懵的女生 好像吧 还带了四个小跟班 我帮你解决 你当我速写模特 宋雨发来一条语音 你别管 就说分了 先保护好你自己 那女生也听到了 瞪大了眼 你怎么问的 我诚实到 我和她说 你让我和她分了 文言女生 瞬间乍毛 谁他妈让你这么问的呀 说着杨起手 似乎要扇我 我他妈给你脸了 是吧 我单手擒住她的手臂 给宋雨 给宋雨回了一条语音 当我模特帮你解决 宋雨的语音 很快回了过来 语气有些急切道 祖宗 你先保护好你自己行吗 女生更生气了 抬起另一只手 被我拽着手臂 甩到了一旁 我坚持和宋雨讲价 当我模特帮你解决一次 旁边女生暴怒 你们愣着干什么呀 宋雨 她妈的祖宗 我当我当 你他妈先保护好自己 成交 我收回手机 抓住最先冲过来的 另一个女生的手臂 借着她手臂的力量 转到了第三个女生面前 啪 那巴掌落到了 第三个冲过来的女生脸上 五分钟后 五个女生顶了 五张红肿的脸颊 一边哭一边骂我 为首的女生 气势汹汹骂道 你等着 我要告辅导员 把你开除 我指了纸上面洗衣房 天花板角落的 360度 无死角监控摄像头 有监控 最后几个女生哭着跑了 我一边回宿舍 一边给宋雨发消息 解决了 刚发过去 我听到室友的声音 抬头一看 还有宿管阿姨 宿管阿姨急吼吼道 怎么回事 刚刚你哥哥 说你被人欺负了 你受伤了没 欺负你的人呢 我乖巧道 抱歉 阿姨 让你担心了 刚刚我和他们聊了聊 他们已经走了 阿姨气道 到底怎么回事 我解释道 其中一个女生 看上我男朋友 让我分手 室友目瞪口呆 阿姨怒火中烧 什么 都上大学了 还有这样的人 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真的不要脸太过分了 那个女生是谁 我非得告到他们辅导员那里去 我摇了摇头 我不认识 阿姨更生气了 掐着腰骂了半天 最后叮嘱我 下次那女生再找我麻烦 就去找她帮忙 我乖巧印下之后 她就打算下楼 走到楼梯口了 又想起什么 扭头叫我 唉 那小姑娘 我都给气忘了 你哥还在楼下等你呢 你跟我下去 跟她报声平安 室友的八卦被迫中断 我跟着阿姨下了楼 这个点速 设楼已经关门了 所以楼下几乎没人 只门口徘徊着一个焦躁的宋鱼 见我下来 宋鱼两步冲了过来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说着 她还拉着我的手臂 上下左右 前后来回打亮起来 一旁宿管阿姨感慨道 瞧瞧 还是家人贴心 一听自己妹子被人欺负了 当歌的 立马就冲过来了 再看她那男朋友 自己女朋友 因为她被人欺负了 连看都不来看一眼 宋鱼瞬间僵硬 我解释道 她就是我男朋友 阿姨愣了一下 我再次解释她还羞 阿姨 哦 阿姨挠挠头 你们聊 我去看看 锅开了没 说完 阿姨回了自己的宿舍 阿姨走后 宋鱼扭扭捏捏道 你怎么和阿姨说 我是你男朋友啊 因为楼上的时候 阿姨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 有个女生 让我和我男朋友分手 宋鱼 有时候 你也不用这么实称 哦 说完宋鱼 又回归了正题 他们真没为难你 没 闻言宋鱼松了口气 那就好 不过这次 确实是我的错 先前也没料到 许子萌是这种人 不过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会解决的 之后 他要是再找你 你就直接和他说 你之前是被我逼着帮忙的 就行我点头 好 那你上楼休息吧 以后 有什么麻烦 随时找我 说完宋鱼 又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 当真有一副 大哥哥的做派 我点头 然后问他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当模特 这次我需要半天时间 宋鱼脸上的笑容一僵 又开始咬后糙牙了 有空我通知 你可以吗 我点头 嗯 再见 宋鱼 真是小 算了 确实是我的错 跟宋鱼告别后 我回了宿舍 一进门 就被三个室友围了起来 目目兮兮 哪来的男朋友快 如实招来 我坦白 假的 室友眼里的 绿光眨眼不见 啊 我解释了中午的事情 三人彻底没了兴趣 最后 话题又回到了 方才来找事的 几个女生身上 室友一 不过话说 你没下重手吧 虽然是他们先找事的 但是你下手太重 到时候真闹起来 你还是容易吃亏 没有 室友二 那就好 当时我本来想跟着 看能不能劝劝你的 但又担心拖你后腿 不用我有分寸 室友三 你是不知道 当时宿管来的时候 我吓死了 生怕他看到你揍人 然后不由分说 就告咱辅导员 因为我需要半天的时间 练习速写 所以 之前订好的周五 取消了 改到了周日下午 正好画完后 直接去学校 不是 裤子都不能穿吗 你到底画的什么呀 不会是什么 不正经的东西吧 酒店套房的浴室内 宋余探出一颗脑袋 扒着门 扭扭捏捏地 跟我讨价还价 我一边整理平板文件 一边印答 可以围一条浴巾 速写 我补充到 和上次视频里的一样 就可以 宋余 你点我呢 是吧 我点头 是 宋余咬牙切齿 最终还是红着脸 抓着浴巾 顺拐着走了出来 则 放松 宋余 咱俩换换 你放松一个给我看看啊 十分钟后 我刚裹着浴巾 踏出浴室半步 被宋余推着脑门 推了回去 祖宗 你真他妈是我祖宗 把你衣服穿上 我刚刚开玩笑的行了吗 我换好衣服出来时 宋余总算没再讨价还价 虽然浑身上下 跟被煮了一样 但说啥做啥 就是画稍微有点多 你画画多长时间了 我看了眼手表 七分钟 宋余 不是这个时间 我是问你从第一次学画画开始 到现在几年了 十五年 十五年 所以你从五岁开始学画画了 嗯 那你什么时候开找参考的 我是说 像我这种人体参考 十二 宋余脸色变了变 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又语气怪异地问 那你之前都是找谁当的模特 各种人 又是好一会儿 宋余又问 那你也摸过他们的胸肌和腹肌吗 小时候摸过我爸的 宋余叹了口气 这个不算 我小时候也摸过 可 小孩子的事情不提 我是说 除了家里人互相欣赏那种的 你还摸过别人吗 没有 宋余有些诧异 你找了那么多参考 没摸过别人腹肌 摸过你和我爸的其他人没摸过 嗯 宋余梅在说话 侧放的脚不安分地抖动起来 迟了会儿 她又问是 我记得你哥也有腹肌 你怎么不摸 我大为不解 且十分嫌弃地朝她的脸看去 宋余朝我比了个OK的手势 没再多问 时光流失日影西斜 宋余也越来越放松 动作也越发舒展漂亮 因为还要指导宋余摆动作 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画了二十多张速写 也差不多了 这次就这样吧 辛苦你了 宋余有些稀奇 你还会说这种客气话呀 然后走了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画 有没有画出哥哥的万分之一的帅气 我把图片文件调了出来 然后把平板递给了宋余 看第一张宋余乐呵呵道 不错不错不愧是学了十五年的艺术家 看第二张宋余疑获道 好看是好看 就是为什么这几张都没头 太麻烦了吗 看第最后一张宋余无能狂怒 哥的脸很丑吗 为什么不画哥的头 难道哥就只是你画腹肌的参考图吗 不然呢 门烟宋余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咬牙切齿道 灵溪 你 怎么了 宋余没说话 呼吱呼吱喘着气 最后跺跺脚 一把把平板塞到我手里 然后就要去浴室换了衣服 我急忙叫住他 等等 干嘛 我一边把平板往包里放一边解释道 上次没摸完的胸肌 这次直接摸了吧 省得之后再麻烦 宋余看起来要哭了 最后喊了一句 就是要之后麻烦你 说完头也不回地去了浴室 谁惹他了 宋余换好衣服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我看了眼时间不早了 考虑到这次确实花了他不少时间 于是我打算再请他吃顿饭 晚上想吃什么 宋余冷笑 关你什么事 我解释道 我想请你吃饭 宋余脸上的冷笑一讲 缓缓收了回去 扭捏道 你定吧 我点点头 有忌口吗 没有 学校附近的那家海鲜自住可以吗 嗯 得到肯定 我定了两个位置 然后和宋余一块离开了酒店 宋余安静了好一会儿 一直到酒店门口的时候 他才扭扭捏捏地问我 你是在哄我吗 我认真思索了会儿 决定顺着他的意思 嗯 文言宋余突然得意起来 但嘴里的话却是 哎呀 其实我也没生气 毕竟一开始你说的 就是让我当你的模特 但从知道你找了那么多模特 但是只摸了哥 哥就知道你肯定是在乎哥的 哥理解 虽然你这小丫头忙是忙了点 但只是不善表达 所以你也不用特意来哄哥 好吵 自上次请他当了一次模特后 宋余这人就变得十分热情 几乎每周都会专门腾出时间 给我当模特 还是主动来问 我直觉这背后 估计得付个大的 果不其然 两月后的一个夜晚 我被人堵了 熟人 徐子萌 这次他带了六个男的 为首的是一个病发 提出一个闪电的肌肉男 徐子萌狠狠瞪我一眼 然后抓着那个闪电哥告状道 表哥 就是他 抢我男朋友还打我 我成亲 没抢 徐子萌蛮不讲理道 你就抢了 全校都知道 我喜欢宋余 追他追了一年了 你还半路插足 你就是个小三 你是个傻逼 徐子萌气得跺脚 你还敢骂我 没骂 众肯评价 徐子萌气得咬牙 又扭头 看向闪电男 表哥 你看他 闪电哥这才发话 小妞 哥看你是个女的 不为难你 只要你做到两点 第一你抢我妹的男朋友 分手 然后给我妹道个歉 第二你上次打了他 让他打回来 你们女生之间的打闹 恩怨结了 我不插手怎么样 第二个选择呢 我问 不过不等闪电哥开口 我身后就传来了一道 熟悉的声音 灵溪 我回头 宋瑜已经跑到了我跟前 然后一把把我拉到了自己身后 你们要干什么 对面的闪电哥 先是挑眉 你就是那个宋瑜 宋瑜一边回答 一边把我往后推 是我 你要找的人 是我和他没有关系 徐子萌气到 怎么和他没关系了 要不是因为他 你还会拒绝我吗 而且上次他还把我脸扇肿了 闻言 宋瑜愣了一下 扭头看我 我没善 徐子萌捂着脸急道 你敢说你没善 我敢 徐子萌顿了一下 随即想到什么 是 确实不是你的手扇的 你拿着家家他们的善的 我点头算是吧 宋瑜忙了 什么意思 不重要 宋瑜没再多问 换了话题 低声叮嘱我道 一会儿我先拖住他们 你跑到安全的地方报警知道了吗 已经报了 啊 我手指点了点耳朵 上面的蓝牙耳机已经正在通话中了 我方两人一男一女 对方七人六男一女 地点是鹤明区鹤明大道前三路 华琴街 人民银行北五十米对面巷口 接线员小姐姐立刻重复一遍 再三叮嘱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然后便通知附近的派出所出警了 宋瑜还在呆愣钟时 不远错的闪电歌不耐烦了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我说的听到了没 过来给我妹道歉 然后男的入坠女的滚远 这事就结了 别逼我们动手 然后又朝徐子蒙吐槽道 真不知道你看上这戏狗什么了 宋瑜脸色变了变 我拍他肩膀安慰 放心 我还是挺喜欢的 宋瑜脸又红了红 然后我朝对面道 不知道 不分 宋瑜瞬间瞪大了眼 宝贝 咱有话别说这么直行嘛 对面也瞪大了眼 徐子蒙更是气得 想不来删我 但估计是想起上次 顿了一下 又扭头 看向闪电歌 表哥 你看他就是欠打 闪电歌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小妞脾气挺倔 但哥哥只喜欢听话的 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道歉分手 宋瑜脸色也沉了下去 你们别欺人太甚 我和我女朋友好好的 凭什么你们让分 我们就分 悠喝 闪电歌真来气了 一把推开旁边的徐子蒙 上前两步 揪起宋瑜领子 恶狠狠道 凭什么 就凭哥哥比你强 比你壮 你一个细狗小白脸 我没看上 你是给你脸了 你推三组四 就算了 还敢找个小婊子来气他 不想尝尝老子的拳头 你就给老子有点眼力剪 老子耐心有限 最后问你一遍分不分 宋瑜倔脾气也上来了 盯着闪电歌 一字一顿道 不分 我去你大爷的 闪电歌说着 拳头就要落下来 宋瑜伸手去挡 却没感受到疼痛 反倒领口被松开了 随即是徐子蒙的尖叫声 以及闪电歌的吃痛声 宋瑜放下格挡的手臂 诧异道 灵溪 我拍拍手掌 扭头看他 嗯 宋瑜眨巴眨巴眼 没说叫我干嘛 闪电歌捂着腹部抬头 你他妈 他妈的 一个小娘们 老子真小看你了 徐子蒙一边搀扶闪电歌 一边委屈道 所以我和你说 多带几个人吗 上次我就看出来 这个灵溪有两下子 闪电歌放下了捂着腹部的手 又推开徐子蒙不服气道 刚刚是我大意了 一个小娘们 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少本事 不过就是些花拳袖腿 十分钟后 闪电歌看到有远极近的警车 大哭诉苦 警察叔叔 歹徒 这里有暴力歹徒 过来的警察也看蒙了 谁报的警 我举手 我 闪电歌破防大骂 我呸 你还有脸报警 警察叔叔 你看他都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你看啊 我拿出手机 我有报警通话记录 警察来回看了看 最后大手一挥都带走 因为我提前用便携式摄像头录像了 所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确实是对方先寻衅姿势的 而且医院给出的闪电歌 以及几个兄弟的伤情鉴定结果 连轻伤都达不到 最终我和宋瑜当天因为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闪电歌几个因为寻衅姿势被关了几天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徐子萌 自打和闪电歌交锋后 除了徐子萌 在我视野中消失的 还有另一个人宋瑜 而且他很明显地在躲着我 我不理解 但也没强迫他直面我 我哥似乎在感情上也遇到了瓶颈 这段时间愁眉苦脸的 妹呀 你说 女孩子的心思怎么那么难猜呀 我没理他 他继续自顾自诉苦 你说我就是看他工作辛苦 说让他别这么贫 以后我养他 他怎么就生气了呢 傻逼 我哥一言难尽 看了我一眼 行 你就这么气我吧 气死我以后当独生女 说不定以后想不开了 高考复读还能加分 哎 我真是服了 外边一个憋死人的 里面一个气死人的 我这什么命 不是 老妹你说句话呀 她到底为啥生气呀 我难道不是为她好吗 你都骂我傻逼了 你不能给我两句有用的 不傻逼的见解吗 烦死了 我忍无可忍道 问妈 我哥一拍脑门 对哦 老妈这么些年 把老爸吃得死死的 我怎么不去问他 反而问你这个单身狗 真是气糊涂了 说着我哥终于滚了 世界清静了 我得以继续安心画画 一个小时候 我抬头 看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画室门口的我妈 妈 怎么了 我妈款款走到我面前 来看看我失恋的小女儿 没失恋 我妈挑眉 是吗 嗯 文言 我妈倾向没反驳 迟疑了会儿 我问我妈 我记得花姨的小儿子 和我差不多大 要帮忙吗 我点头 帮一下吧 我妈笑着揉揉我的脑袋 难得铁树开花 等着微信推你 嗯 谢谢妈妈 我和花姨的小儿子 附彻加了微信后 就开始频繁约着吃饭 看电影 画画了 高调的连我们辅导员都知道 我有一个外笑的小男友了 再次见到宋鱼 是在圣诞节的前夜 我和附彻约着去做了手工 吃了晚饭 看了电影后 她同常见的男友一般 送我回了宿舍 快到宿舍楼下的时候 我们站定脚步 昏黄的路灯下 我闭上眼 微微抬头 附彻则低头呼吸交织 就在双唇越来越近时 我听到不远处传来 终于躲不下去的宋鱼的声音 灵溪 附彻动作一顿起身低笑道 看来我的任务要结束了呢 我诚恳道 谢了 不客气 记得让钟仪把她存的 我小时候的丑照删了就行 我会劝她的 短暂讨价还价后 我俩神色淡然的 扭头看向宋鱼 她脸色不太好看 盯着我的目光里有些哀伤 跟未成熟的非主流似的 她看向傅彻嘴角 扯出一抹苦笑 她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 她是我调你出来的工具人 宋鱼脸上的悲伤一致 啊 一旁傅彻嘴角抽了抽 你一直是这样说话的吗 嗯 那我现在还有用吗 都行 那还是没用吧 你们聊我顿旁边看会戏 嗯 印下傅彻的无理申请后 我朝宋鱼伸手过来 找角落蹲的覆彻低声道 我靠 龙傲天 宋鱼估计没听到 迟疑了一下还是过来了 灵溪 我 为什么躲我 我直接了当问 宋鱼沉默半晌厚道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还总是给你带来麻烦 说完 宋鱼的头 已经完全低了下去 我疑惑 所以你打算给其他没能力 处理麻烦的女生引麻烦 文言宋鱼当即否认 不是 这点道德我还是有的 所以你打算担一辈子 宋鱼欲言又止 我换了个问题 那又出来做什么 饶恃悲伤的氛围 宋鱼也忍不住 嘴角抽搐了两下 不是你调我出来的吗 我没放钩子 你是自愿上钩的 宋鱼又沉默了 好伴上 他轻笑着叹了口气 随即又看向我 我发现你还蛮过分的 虽然是笑着 但是他脸上没什么喜气 他说 灵溪 我不信你看不出来 我喜欢你 他说完 我拉着他的领子 迫使他弯腰 随即微微点脚 吻上了他的唇 宋鱼整个人将在了原地 我放开他的唇墙掉倒 我配不配你说了算 你配不配我说了算 懂了吗 宋鱼那那摸了下自己的嘴唇 又眨眨眨眼 你刚刚什么意思 不等我开口 后方看戏的复彻 就恨铁不成钢道 兄弟 你行不行啊 姑娘都亲你嘴了 你还问姑娘什么意思 你真的活该被龙傲天 宋鱼的脸 疼了一下 仗得通红 不过他没心思反驳复彻 只是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那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了吗 不是我还没告白 灵溪 我喜欢你 不对 我什么都没准备 啊 太突然了 灵溪我什么都没准备啊 你让我空着手来告白啊 你等等 我现在就订花和蜡烛 我脸色沉了下去 敢跟我玩大的弄死你啊 宋鱼羞的闭嘴了 迟了一会儿 他又问道 那我现在该做点什么 我笑道 宋鱼 我也喜欢你 答应做我男朋友就够了 灯光折射下 我骤然看到宋鱼眼角的泪花 他笑道 嗯 我答应你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 by bwd6